五岁男孩火车站意外走丢 被善良的养父母收养 将他培养成才 26年后又跨越千里陪他寻亲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感人故事呢 事情还要从1995年成都火车北站说起 那天温德强在外忙碌了一天 终于送完货准备回家 路过火车北站的时候 他看到路边有一个孤零零的小身影 天色已经很晚了 还下着大雨 小男孩浑身被雨水浇透了 他在雨中哭着找妈妈 温德强见状 赶紧将自己的衣服裹在了小男孩的身上 并询问他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里 小男孩哭着说找不到爸爸妈妈了 温德强便带着小男孩在车站外找了很久 可是并没有遇到有谁家孩子走丢的人 温德强只好先回家 想着这个孩子淋了雨 一个人丢在车站怕他生病 就将孩子一起带回了家 妻子周一珍看到晚归的丈夫被淋了一身雨 还没来得及询问什么 就看到旁边还有一个小身影 温德强和妻子简单讲了一些小男孩的遭遇 因为两人的孩子和这个走丢的孩子年龄差不多大 周一珍很心疼 连忙给孩子洗了澡 又给他做了很多好吃的 并让孩子在家里待了一晚 第二天一大早 夫妻俩又带着孩子去车站外寻找他的亲生父母 两人在车站找了一整天 但是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 要找到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又谈何容易 一天下来并没有任何的收获 但是夫妻俩并没有放弃 想着丢了孩子的父母一定很着急 又连着找了两天 还是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 夫妻俩又带着孩子赶紧去派出所报了案 警方也帮着一起寻找 但是那时候信息闭塞 交通也不发达 找人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找到的 警方看着这个可怜的孩子 一时间也不好安排 便让温德强夫妻俩先把孩子带回去养着 他们继续发动警力寻找父母 找到了会和夫妻俩联系 眼下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夫妻俩只能办了手续 将孩子带了回去 虽然夫妻俩已经有了一儿一女 但是对于捡到的这个孩子 一样视如己出 持穿用度从没有亏待过他 而夫妻俩的大儿子 不幸患上了小儿麻痹 瘫痪在床不能动他 所以家里就温德强在外工作 周一珍在家照顾孩子 虽然夫妻俩也都做好了 他们的大儿子可能去世的准备 但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 夫妻俩还是很难受的 好在家里又多了一个孩子 才勉强让夫妻俩心里 有了那么一丝的慰藉 随着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 夫妻俩便决定 让他顶替已经去世的 大儿子的身份去上学 从此以后 这个被捡回来的孩子 就叫做温洪才 温洪才渐渐长大 养父母对他非常好 家里还有个可爱的妹妹 养父母也渐渐 从失去亲生儿子的悲痛中 走了出来 就这样 一家四口幸福地生活了20年 到了2015年的时候 温德强在成都的生意 做不下去了 便带着一家人回到了老家 虽然日子苦 但是也从来没有 亏待过温洪才 什么都是给他最好的 温洪才也在夫妻俩的培养下 长大成才 还参了军 立下了军功 这让养父母内心 无畏杂陈 他们为儿子骄傲的同时 也在纠结 要不要告诉他 他的真实身事 怕他接受不了 夫妻俩决定 等儿子结婚后 说出真相 可还没等到这一天 温德强的身体就不行了 在临终前 他将温洪才叫到床前 将他的身世 和盘托出 我这些都是 他妈妈喜欢的 这些舞的 他妈妈 这些舞的这些穿的 上次都是他喜欢 我吃穿 从来没亏待他 五岁男孩意外走失 被养父母培养征才 参军入伍 容理军功 却在养父弥留之际 得知自己竟然是捡来的 2020年 温德强的身体 一日不如一日 本来打算等 杨子结婚后 再说出身世 现在也不得不提前告知了 温洪才在听到自己 居然不是父母的 亲生孩子时 心里既震惊又难过 他想起这些年来 养父母对他的好 他根本想不到 自己居然是捡来的 因为时间过去的比较久了 五岁时的事情 他也记不清了 他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被养父母 在车站捡到 也不知道亲生父母 为什么会把他弄丢 在养父告诉他身世之后 他一个人在外面 漫无目的地 走了很久很久 他一时间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养父养母 养母也知道 儿子一时间 肯定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所以他在家 一直等到儿子回来 看到儿子回来后 养母告诉儿子 会陪他一起寻找亲生父母 现在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了 也该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了 温洪才听到养母的话 下意识地想反驳 但是养母则鼓励他去找亲生父母 毕竟血浓于水 还让他换位想想 他走失了这么多年 父母也许就担心了他这么多年 而且温德强将这个秘密告诉他 就是希望他能够找到真正的父母 温洪才同意 他在养母的陪同下 来到派出所登记了寻亲信息 并且留下了DNA血氧 以供警方对比 此时他的内心是忐忑的 而温洪才的亲生父母 也一直在寻找自己走失的儿子 他们从未放弃过对孩子的寻找 当时在车站走失时 夫妻俩就在车站找了孩子一个星期 也可能是太过焦急 以至于他们忘记了去求助车站里的警察 就这样 温洪才的养父母在车站外寻找他们 而他们在车站里寻找温洪才 但没有疑似相遇 亲生父母也因此错过了寻找儿子的最佳时间 在车站寻找一个星期无果后 亲生父母无奈只能选择回家 回家之后 他们才想起来报警 便立刻来到家乡的派出所 登记了走失儿童的信息 同时在街上张贴了大大小小数万张寻人启事 还在民警的帮助下留下了生物样本 后来又想到求助媒体 去过电视台的寻亲节目 也求助过宝贝回家的网站 能想到的办法都想了 但是始终没有儿子的消息 在一天天的等待中 他们的希望也一点点被消灭 就在他们对找到儿子不抱希望的时候 当地民警告诉他们 找到了他们的儿子的线索 在四川 而温洪财也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 他们在重重线索中 在江苏找到了一则 符合他们描述的走失儿童信息 现在正在对双方留下的DNA样本进行鉴定 结果毫不意外 温洪财的亲生父母就在江苏 得知这个消息 温洪财也不知道 自己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 一边是斩不断的血缘情 一边是舍不了的养育恩 养母看出了她的纠结 便安慰她 既然找到了亲生父母 就去吧 不用有心理负担 在养母的鼓励下 她终于下定决心 去江苏与亲生父母相认 这就是温洪财与亲生父母相认的感人画面 五岁时她意外走失 却遇到好心的养父母将她培养成财 26年后又在养母的陪同下 与亲生父母相认 在临出发去江苏与亲生父母相认前 养母来到了丈夫的坟前 告诉丈夫她的遗愿实现了 儿子的亲生父母找到了 明天她就要带儿子 一起去和亲生父母相认 让她放心 第二天 她陪同温洪财来到了约定好的 江苏四阳县公安局门口 一下车 温洪财就看到了 等候在这里的两个老人 即使已经26年未见 但只一眼她还是认出了 这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三人顿时哭作异团 养母则在远处看着这温馨感人的一幕 原先对儿子的不舍 在此刻全都变成了 儿子找到亲人的喜悦 一家三口在前面哭 养母在身后也默默的流泪 待情绪稍微平复一些 温洪财这才从父母那里 得知了事情的全部情况 他的亲生父亲名叫谢震权 当时他带着一家人去谈亲 回来的途中 经过成都火车站 夫妻俩一个不注意 年仅5岁的儿子就不见了 他们发现后 立马开始在人山人海的车站里 寻找孩子 但是找了一个星期都没有结果 便回了家 得知自己当年只是意外走失 温洪财心里好受了很多 而村里人也得知 谢家丢了26年的孩子找到时 自发扑起了长长的红毯 谢家也办了宴席 请村里人一起见证喜悦 亲生父母希望温洪财 以后就留在江苏老家生活 他们再也不想和儿子分开了 对于这样的请求 养母周以珍并没有什么不开心的 他表示 只要孩子能经常给他打个电话 他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令大家都没想到的是 温洪财在亲生父母家住了半个月后 还是选择回去养母身边 因为养母身边 就剩下他一个人了 女儿嫁人了 养父去世了 他不希望养母后半生孤独无依 不过 他也不会忘记亲生父母 时不时也会回来陪陪他们 对于儿子的决定 亲生父母也表示支持 更为儿子能有如此担当而感到自豪 看着这些小孩和新决定的地上 但是都是不平均的 这些小孩和新决定的地上